大家好,我是Stephanie 今天来为大家讲一个数据挖掘的模型 Decision Tree 决策术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 而且非常好理解 那首先呢,我来为大家概述一下 决策术模型要完成一件什么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然后现在拿到了三个样本数据 就是这三个人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呢 每个人的数据都有四个feature Customer,每个月的income Credit History和Risk 就是在数据挖掘中呢 我们把数据的每一个列都称为一个feature 它代表一个特征或者是一个属性 我们现在呢,要对这三个样本数据进行一个分类的任务 这个分类任务呢,就是要判断这三个人还贷违约的风险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说看这三个人的风险是高风险 中等风险还是低风险 我们假设已经构造出了一个数模型 构造出模型之后呢,我们来看这三个人 一位女生,一位老奶奶和一位男生 对于这三个人,我们先进行了一个判断 首先看这三个人的月收入 如果月收入高于一万元 我们就认为违约的风险有可能是不高的 但是如果没有高于一万元 我们认为它的违约风险是高的 也就是说,首先在这里 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支 按照月收入进行了一个判断 当月收入大于一万元的时候呢 我们往右边走 当月收入小于等于一万元的时候呢 我们往左边走 当我们往左边走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就进到了这样的一个圆圈里 这个圆圈呢,我们管它叫做叶子节点 叶子节点就代表我们已经走到头了 已经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了 也就是说像这位老奶奶一样 一个人的月收入如果不超过一万元的话 我们就认为它的违约风险是高的 high risk得出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月收入高于一万元的话呢 我们继续看啊 我们往右边走 我们可以直接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吗 并没有 我们往右边走呢 我们就达到了下一个分支 在这个分支上 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判断 我们要看一下它们的信用记录是否良好 如果它的记录良好 那么我们就认为它的违约风险是很低的 low risk 如果它的信用记录不好 我们就认为它的风险是中导的 medium risk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呢 我们是根据两种决策方法 第一个呢是先看收入 第二个呢是看信用记录 最终我们就得出了结论 一个人的违约风险到底是高 中还是低 根据这个例子 我们其实可以看出 决策数是一个用来做预测的模型 它最终呢 要给这些样本数据 贴上预测后的标签 这就是它们的类别标签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三个类别标签 high risk medium risk 和low risk 那么像决策数这种 做分类预测的模型 我们也直接可以称它为分类器 它可以预测的类别标签 是什么样的呢 可能是像我们例子里这样 三个类别 或者更多类别的 这种标签 表示的方法上呢 可以是这样 像我们这样 直接把标签 记为了一个名词 或者呢 你直接称它为 一二三 三个类 再称就是一二三 然后更为常见的一种 是二元标签 就是所谓的 binary的标签 零或者一 像是现在这个冠状病毒 coronavirus的这种 病毒检测 它的检测结果 不是positive 就是negative 那么positive 我们就可以表示为1 negative 就可以表示为0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二分类 所以其实当你们看到这种 要进行分类的数据呢 其实第一反应 就可以考虑使用决策数模型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观察一下我们的决策数 像这样看呢 我们的决策数模型就像一个倒着的树一样 那它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首先是我们的起点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判断相当于是一个树的根 所以我们这个节点呢 叫做根节点 而中途 我们会经过的这个在决策数内部的节点 叫做内部节点 根节点和内部节点 都是用来对数据的某一个特征 做测试 做判断的 做完判断之后呢 是yes还是no 会产生不同的分支 我们管这个分支呢 就叫做树支 像这个树枝上写着no 这个写着yes 这个树枝呢 就是用来表示我们上面这个判断的 判断结果的 那么我们的决策数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说我们的数据 进来的时候就是从根节点开始 沿着树枝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最终呢 走到了一个叶子节点上 所谓的叶子节点呢 就是说它们底下不会再有其他的分支了 走到叶子节点上 我们就已经可以得到这个最终的结果了 就是做出所谓的决策 我们所有进入决策数里面的数据 最终都一定会走到其对应的叶子节点上 所有的数据最终都会完成一个被分类 贴上标签的任务 那么你们说啊 我们是在根节点和内部节点上 就是要对某个feature进行判断 那么使用哪个feature呢 就是这个我们是如何选择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判断之后呢 是要进行分支的 所以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可以将数据明确分为不同类的这个feature 像是我们前面使用的月收入啊 还有信用记录啊 这两个feature呢 这两个feature呢都可以明确将数据分为两个不同的组 那么单单只是可以分类数据 那么单单只是可以分类数据的feature就可以嘛 比方说我们前面那个数据集 我们其实还可以再加进去更多的feature嘛 比如我们加进去国籍这个feature 那么如果他们三个人是中日韩三个不同的国籍 那国籍这个feature其实也可以将数据分为不同的三个组 可是你们发没发现 就是国籍这个feature对于我们达成最终判断违约风险高低的这个目的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其实我们选feature的时候 也要看那个feature对于我们这次数据挖掘是否有意义 我们可以把最重要的 那个意义最大的feature放在我们的根节点上 首先做一个大的判断 然后在后面的第一个内部节点上放次重要的 如果后面再有更多的内部节点 就以此类推 最后呢 今天再让我们来看一看如何评估一个决策数模型 评估一个数据挖掘模型的好坏呢 我们主要要看它输出结果的准确性 针对决策数这个分类模型呢 它的输出结果就是给每个数据贴上分类的标签 所以判断决策数的好坏 我们需要看它分类的精确度 也就是说 模型正确预测数据标签的能力 这个能力我们是如何计算的呢 它是有一个公式的 我们需要用正确分类的数据数量 除以总的数据数量 就可以得到这个决策数模型的精确度了 打个比方说的话 我们如果有一个数据集 里面是有五个女生 我们想让决策数来分类这五个人的男女性别 就是打上性别这样的标签 如果模型最后判断这五个人里面 有三个女生 两个男生 那么这个模型的分类精确度 就是三除以五 是60%的精确度 那么呢 关于后面 如何去训练这个数据模型 这个决策数模型 我们如何来分类这个训练级和测试级 然后包括如何去优化这个决策数的模型 就是包括它的树枝的深度 然后以及它叶子的那个数量 然后在下一周 我们可以一起进行讨论 那么今天的这个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然后现在也可以一起讨论一会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